随着出生率逐年的下降 国发会最新人口推计显示 我国人口临成长的时间点 可能会再提前三到四年 预估民国108年后呢 就会呈现负成长 如果趋势不变 民国150年的时候 我国人口可能会只剩下1660万人 是目前人口的七成 另外15到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 预估明年达到高峰期 但是之后呢会逐渐的降低 民国149年的时候 台湾将和日本韩国 同列工作年龄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 工作年龄人口将不到 总人口数的一半 官员就认为 这将会严重的影响到 国家竞争力和生产力 衍生各种社会问题 像是老人照顾 还有资源分配的问题